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裡是 門徒公義 好,各位聽眾大家好 我們又回來 今集的神學DIY 今集我們會講一個 大家平時比較少想的 一個話題 就是一個聚的觀念 是啊,想就少想,不過你經常用來用 變成我們之前的四集都是講方法學 又講資源,又講那個方法 我們從今集開始進入 每一個觀念去討論一下 講幾個,核心一點,我們常用 因為聖經大家自己揭書會看 我們可以有機會一起查經,最好玩 但是概念,變成我們可以在這裡 容易去講,去分析,去談 究竟聚的觀念,會不會 會不會跟我們教會經常聽到的觀念是一樣的呢 那你聽到什麼呢,Eric 即現在講聚,你想起什麼呢 在教會 在教會 講聚 講聚 傳統以來聽到牧師說 多數都是叫你 不要做什麼,不要做什麼,不要做什麼 這些就是聚 到現在,這幾年我想起 我們某位尊敬的長官 就經常說,依法施政 其實依法施政裡面 究竟有沒有罪呢 我真的經常都在想這個問題 其實說起來 以前教會也有討論過 我們信課不應該要衝紅燈 其實都是希望我們依法辦事 守法 有規矩就跟 不要突然去破壞規矩 是的,我想這個 教會的傳統以來 都是這樣的教導 就令信徒變成 好像一個很辛苦的狀態 要守規矩 不可以,譬如說 不可以吃煙,不可以喝酒 或者剛才說 不可以過馬路,不可以衝紅燈 這樣就是一個不好的見證 是的,開始出現新的觀念 講見證,見證是關於其他人 如何理解這件事 理解這個現象 就不是關於這件事的行為 本身正不正確 沒錯,沒錯 例如剛才說過吸煙 都是教會也很強調的地方 是的,因為教會有一個特性 香港特別是福音派背景 比較強調個人的罪 即是將一些罪的現象 個人化 變成他眼見那個人 是一個罪人 那個人就會做很多錯的事 就會犯罪 於是他就要不斷地 去找這些罪狀出來 列出來 傳福音的時候有用 就告訴你 你有罪人 你會犯這些錯 你又會衝紅燈 你又會超速 所以你需要福音 所以你就誓我不捨 你就會落地獄 有了你的部分 犯罪功就是死 死就是審判 審判之後就落地獄 然後你不想落地獄 有方法的 你就跟我回教會 那整個套餐就完成了 對 整個套餐就是這樣 對 所以福音派教會 很有傾向 將罪的思考 整個個人化 我們就開始覺得 不是這樣 不只是個人化 只是想想結構化 所以Eric 突然有講結構性罪惡 我從Eric 口中聽到 我也覺得挺興奮 這個字通常是我們 可能在社會運動中 認識的朋友 更多見到的時候 會講開一下 很少見到 其他新式的基督徒朋友 都會用這個字 現在Eric 也是這個社會運動朋友 當然 就會用結構性罪惡這個字 因為我們都發現 其實個人的痛苦 我們上集都講到 可能只不過是 女兒派位 或者找學校 其實都不只是你個人的煩惱 其實跟整個社會的結構 都很有關係 整個都是一個制度的問題 令到去爭學位的現象會發生 就不是說這個現象發生之後 才產生結構性罪惡 是啊 所以整個結構出錯 又會生產一些罪惡 整個結構本身 就是生產的過程 以及合法性 就是我們說 有沒有普選制度 沒有的 是小圈子選出來的 本來就是為特權加一服務 譬如這樣 它的制度本身已經不是公正的制度 它根本就是一個邪惡的制度 所以我們也有這樣 譬如香港來說 最大的人口是什麼 窮人 但是香港的貧富懸殊 只會越來越嚴重 世界第一 建理系數是世界第一 沒錯 以發展的地區 都說經常都應該暴動 為何還沒有暴動 大家看到前陣子扔磚 才會覺得正常一點 因為你以這個貧富懸殊的堅力系數 為何你沒有革命 其實最早我聽這個說法 就是2003年已經聽到了 當時社會學家說 即是說超過0.4 應該有暴動 誰知道十幾年之後 馬英去到0.56幾 真是簡直嚇死人 他還要改善窮人的定義 改善窮人的定義 令他竟然想不算 或是做甚麼 近來看不到最新的數是怎樣 所以很有趣 剛才提到結構性罪惡 其實這個觀念比較多 是由解放神學 或者普世派那邊提出來 而一邊流行了 大家都喜歡用 因為他的解釋力真的很強 其實中間還有一個觀念 封印派發明出來 其實也挺有意思 封印派的背景 就是馮偉文前輩 即是Raymond 他當時在60年代 做工業委員會 再加上他在普世教會協會 做宣教同工的時候 所發明出來的一個觀念 就是被罪者的觀念 是嗎 我相信關心社會的基督徒很喜歡這個觀念 因為他就說很清楚 你看到眼前是一個罪人 但是他同時也是一個被罪所傷害的人 是 所以要解決他的罪問題 不單要傳福音給這個人聽 還要這個社會得到公義的發展 令到構成他 傷害他的這個結構 是可以被改正 有沒有一些實際的例子 對 好像很抽象 這個概念 有一個查經的故事 我自己覺得很棒 就是在他做工廠的福音工作的時候 跟一群女工去查經 預備了 好像不是他自己還是他的同工 查聖經 因為聖誕節 查馬里亞生仔那段 就是懷孕 於是在路上要找客棧 通常都說一下聖家 即是Holy Family 跟約室找地方 然後找客棧 然後有一些東方三博士 很漂亮 誰知道 那些姊妹的女工查的時候 完全對那些三博士 那些燈光沒有興趣 對什麼有興趣呢 大土也要找地方住 真的很辛苦 然後還要在馬曹過夜 大土也要上班 他馬上想到這件事 就是他自己 你女工上班大土 你可能是一兩天假 即是你生完之後 你還要回來上班 因為你手停口停 於是 就令到他們有個動力走出來 為何我們孕婦沒有產假 即是今天我們很多 前四後六 即是做了爸爸就知道 即是在享受這個假期 就不知道的來源 原來當年 就是基督教公約委員會 即是當時一群女工 是提出這個概念出來 然後爭取產假 而成功得到 他覺得這個就是 能夠反映到 即是女工 女工是罪人 我們全方告訴他 但是他也是在制度中受傷害 所以就是被罪者的觀念 的一個說法 是的 不過說起來也要有一個評論 跟剛才我們說的普世派 做過結構性罪惡有什麼分別呢 我覺得這個要想一想 就是他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被罪者的觀念 是沒有否認罪人的身份 即是說他看到任何一個人在他面前 他都覺得人一定是罪人 他就是一個罪人 究竟他是不是真的有罪呢 其實他怎樣有罪法呢 這個是被罪者的觀念 沒有興趣去分析的 他不會再想的 所以他做完這件事 他不會有興趣 即是他做完那個結構改革之後 他沒有興趣我們叫做徐序化 即是什麼意思呢 譬如像濫藥的青年 青年濫藥 他吃藥很多 就叫濫藥 濫用 但其實他用得多少才叫濫藥呢 那你上網 上網太多了 你就會有網人 就好像青年人很有問題 所以你就會上網 那 如果用剛才的觀念 青年人就是一些會犯罪的人 他又會不同的上癮 他又會打遊戲 所以我們都要去處理結構性的問題 即是處理這個青年人 為什麼他經常都想上網 或者經常都想打遊戲 是不是他的學業壓力太大 或者上學跟不上 所以就開始把時間浪費 浪費在打遊戲中 但是這個就是針對 即是說他是被罪者 因為社會結構性的原因 令他沉迷打遊戲 但是從來沒有推論過 打遊戲是不是這麼大問題 打遊戲本身是否一個罪惡 沒錯 打遊戲其實也發生了很多很正面的事情 很多創意 即是經濟生產 甚至我看過TED討論 即是TED討論 那些遊戲設計遊戲的人 他覺得打遊戲打得多 是能夠培育小孩 又拯救世界的能力 強勁 強勁 這個做法 你同意也好 不同意也好 他做多了一件事 他不單止尋求制度的更正 即是希望改正他 他更加幫助青年人去污名化 即是打遊戲不一定是壞的 我們叫做去污名化 因為你貼上這個標籤 即是金毛 我們以前染頭髮就是金毛 就是飛仔 原來飛仔也是好人 譬如這些 我們叫做隨罪化 即是等於 即是等於 反過來說 一個人可能很努力去工作 賺錢 即是不會有人說 他是沉迷工作 是的 這個很正面 沒錯 我們真的沉迷工作 沉迷得很厲害 沉迷得不得了 你想想香港人的工時多長 才可以 但譬如說打遊戲 令到你身體如何差 沒有人討論過 你上班太多 令到你身體受殘害的程度 對你身體受殘害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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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說到上班回到生癌 怎麼算數 即是他會用另一個名詞包裝 即是這個人很努力工作 他很力求順暴 即是會用一些不同的名詞包裝 令到那件事聽起來 就好像一聽已經有個主觀的判斷在裏面了 對 所以我們分析罪的時候 剛才看到 除了個人和社會結構 兩個層次 個人和結構 亦都考慮到被罪者的限制 這個觀念 接著要想 如何和解 大家 即是這個罪人 被人說是罪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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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即是如果我們經歷過 剛才幫他做一個社會分析 尋找他的社會公義 還回他的一個清白之後 我們要想想怎樣 將他放回社會裏面 和整個社會有一個和解的關係 這是修復色正義所追求的理想 是的 因為近來我們都知道 有些隨機殺人的事件 其實那位媽媽很勇敢 她出來說 是台灣的社會 所以他們有死刑 她說 你可以很容易殺了這個罪犯 問題是 你殺了他之後 我們沒有辦法理解 社會上會出現這些人 究竟是和整個社會的狀況 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不要說死刑那麼嚴重 其實死刑就是極端地排斥一個人 即是這個人做了一件事 做完之後 我們就要處理他 就是眼不見為乾淨 當他把他拿開這個社會 其實我們這樣說 香港的蜂蜂派教會 也有這樣的傾向 就是犯了他覺得有罪的人 就請他離開我們教會 離開了教會之後 他是不是會變得更加好呢 或是他會變得更加差呢 他會變成怎樣呢 已經不關我的事了 就不管了 拘隔了就算了 對 拘隔了就算了 最重要不要上身 簡單來說 等於幾十年前的登部脫離關係 即是我教會已經和他脫離關係 他再在外面做什麼壞事 就不關我們教會的事了 是的 所以我們思考罪的問題 我今次希望可以帶到一個由個人去到結構 由罪去到被罪 以及在實踐上 我們真的可以做一個和解 隨罪 以及最後 教會始終都是一個罪人的團體 即是我們同事是異人 但同事都是罪人 所以排斥不是一個最好的處理罪的方法 所以希望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可以多想幾次 是的 好 我們今天就講了一些和教會有些不同的對罪的觀感 可能都幫助到各位聽眾 都可以思考一下究竟這麼多年來 教會聽到的罪 或者如何處理罪的方法 都可以有更新的思考方式 好了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也一起祈禱結束吧 好 我們差一點才會 就是幫我們今天一起去反思 去想 或者用一些方法去分析 究竟我們以往所認識的罪是甚麼一回事 而是否只不過是一些我們想要排斥 或者一些規條去遵守 令到我們在這個罪的觀念裡 都真的很難去持守 當我們有這個新的觀念的時候 願意幫助我們更加懂得如何去接納我們身邊 跟我們不同的人 而不是看成他們是一種跟我們非我族類的人 我們都需要怎樣跟他們去溝通 如何去引導他們回到神的身邊 我們這樣的奇通主是宿命自其靠 對 墓城 urm 絃